男子未获取医治女儿的钱,将去世的妻子卖给农村小伙合葬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安魂曲 故事一开始是一场车祸 出车祸的是当时载着女儿和老婆回家探亲的小张 小张瘸了一条腿捡回一条命,但老婆却当场死亡 女儿也严重受伤,生命危在旦夕 医生说必须在一周内做手术 但医疗费却十分昂贵,需要十二万 小张自己只是一个汽车修理工 一个月工资十分微薄,别说一周内弄来十二万 就连给老婆出病的钱他都付不起 绝望深深的笼罩了这个男人 出来后他直奔太平间,想再见老婆最后一面 但太平间的老头催促他赶紧交出病费 这时小张想起上周老头跟他说过的一桩买卖 他问还有没有这样的生意 老头说有啊,而且对方答应支付十万给他 不得已的小张最终妥协 他让老头帮忙联系对方 回到家,小张挑出老婆最好看的一张照片 将照片塞进包里后,他沉思良久 不久前呢,就在这个房间 一家人还享受着天伦之乐 如今呢,却已经天人两个 小张的内心苦涩无比 第二天,他带着照片去到一个偏远的山村小镇 找到了故事中的另一个主人公,老陈 老陈家正在做丧事 原来老陈的儿子小陈不久前去世了 但小陈长这么大还没谈过恋爱 老两口便想为儿子办明婚 以求安慰儿子的亡灵 小张把老婆的照片拿给老陈看 说要是老陈看着行 就赶紧把事办了 他这边急着用钱 老陈问他是不是死者的丈夫 小张呢也不隐瞒直接承认 老陈没说什么 将照片拿给妻子看 妻子看到照片十分激动 痛哭起来 似乎不愿接受儿子去世的真相 白发人送黑发人 想来无比凄凉 最后老陈同意了这桩婚事 回到家的小张恍惚间看到了老婆的灵魂归来 他就像往常一样 从小张的手上夺过梳子 漂漂亮的为自己打扮了一番 老婆出门前 小张终于叫住了他 他让老婆放心 自己会接女儿回家的 之后老婆便不见了 梳子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不知是幻觉还是老婆真的回来过 隔天呢 小张去医院把老婆的遗体接走 可是一看到老婆他就忍不住了 明明一周前还好好的人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之后他把老婆送到了老陈家 红白喜事一起进行 场面看得让人心酸 与此同时 小张的女儿被推进了手术室 他终于有了可以为女儿救命的钱 之后小张在手术室外焦急的等待 但电影最后 并没有交代女儿的手术 是否成功 开放式的结局呢 也让观众对这个故事 有了更多的遐想 但从医生走出手术室的表情来看 手术应该是顺利的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出自导演 文木野之手 他的代表作想必大家都听说过 那就是在两年前 斩获金马奖的 《我不是药神》 而这个故事是文导的早期作品 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 小张和老陈 他们同样是失去亲人的人 小张呢是个贫穷的汽车修理工 为了救治女儿 小张不惜出卖了妻子的遗体 而老陈其实也只是个年事已高的农民而已 为了让儿子能够安息 老陈宁愿付出十万巨款 或许那就是他全部的积蓄 他们都不得已选择了用这种陋习 去达成自己的目的 看完也不由的引发了 我们对现代生活的一些思考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